我们这一茬的番茄啊,基本上快接近尾声了 所以说我刚才看了没有,我测我们这个肥料的依稀弄度啊,是3 所以这个时候呢,可以适当的提升肥料弄度,通过盐分来控水 来提高糖度,这是无土栽培当中常用的一个控水的方法 包括今天我们同事还经常说我,说我只要进大房屋,手里面必然有两样东西 大家看着呢,第一个,这一个,这个是专门用来检测肥料弄住的,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吸质 另外一个,兜里面,都是在兜里面放着,有时候一掏,掏一大堆 应该是在这个兜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,就这个,这个呢,是这个PAG试质,就是检测这个酸碱值的 所以下一步,像我们种植户啊,以后呢,尽可能的就是,这个,一吸检测比,自己要有一个 这样的话,你就清楚了,我每次用肥,我这个肥量是多少 啊,别抄了,你抄了以后,那么,可能会形成肥害,低了的话,肥料又不够 啊,另外一个,PAG试质,简测酸碱值 因为我们很多人只关注了这个肥料问题,没有关注啊,这个,关于我们这个根系 它生长的一个酸碱值问题,何必说,你如果偏酸啊,何必说低于5.5 那么可能会影响钙的吸收,你用那么多钙,到最后还是缺钙 可能你就很郁闷 啊,另外一个就是说,何必超过啊,6.5以上 会影响啊,钙啊,铁啊,盆啊,这些元素的吸收 所以说呢,我们应该通过,经常检测我们水质,它的PG值啊,控制在5.5到6.5之间 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在施肥浇水啊,我们更科学啊